欢迎你收看8月11号的彩芹 Espresso 晚上好是醒龙 万众瞩目的六周选举终于到来 随着马股连续两天小幅盘整 接下来周选的成绩公布之后 股市到底是起还是跌呢 艾比斯政选分析股市走向的时候指出 如果团阅政府在选举当中的表现出色的话 将可以消除政治不确定因素 吸引外资回流并且推动股市走高 如果富士宗旨顺利跨过1465点 将有机会试探下一道阻力关口1510点 然而艾比斯认为 如果国盟在周选举当中获胜的话 宗旨恐怕就会回落到1437点的支持位置 因为到时候在野党可能会要求在国会 进行不信任投票动议 以寻求罢免首相 知名富豪神志远在忙于提控其大看守大神之余 也不忘和气生财 邀得重量级人物担任公司的董事 成绒置地公布 已经委任沙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的儿子 也就是阿邦阿迪拉 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而45岁的阿邦阿迪拉 已经从星期四开始上任 除了成绒置地之外 阿邦阿迪拉目前也出任沙联合工业的执行主席 以及多家公司的高职 同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国人失业情况持续转加 6月失业率降到3.4% 按月微跌0.1% 尽管如此青年失业率依然令人担忧 根据最新的数据 15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年性仍强 保持在11%高水平 比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12月的9.9%来得高 值得注意的是 2021年1月开始攀升的非正规工作或者是员工 包括赚取每天收入的小商贩 小贩 林公祖等自营业者 6月人数进一步扩增到294万8千人 也刷新了2018年10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马银行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苏海米·伊利亚斯特别提醒 从6月的数据可以看得出 非正规工作上半年增长7.5% 增速胜过整体就业增长的2.7% 目前马银行维持全年失业率预估在3.5%不变 而上半年失业率也在3.5% 预示接下来每个月的失业率或都是债幅波动 最后给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